这餐厅啊 一看就知道格调不低 肯定价格不费 这要是夏丰自己掏钱的话 绝对不会办这个满月酒的 妈 夏丰也挺好的 好什么好啊 一个男人能把女人管成那样 那就根本不是男人 那是什么呀 犯罪协议人喽 你乱说什么呀 小心被人听见了 对对对对 你注意看到韩清手上那个戒指了吗 连金的都不是 就像个破铁骗子似的 他也好意思拿出来 这夏丰也是的 那么抠 也就是韩清这种不计较这个 这俩人我告诉你还真是一对 行了 人家自己都没计较呢 再说了 夏丰也工作好几年了 也有点积蓄 这不房子都买了吗 算了吧 韩清他妈妈 昨天还跟我唠叨这事呢 那房子的首付 是人家娘家付的好不好 你记不记得 这韩清啊 第一次把夏丰领到咱们家吃饭 我就仔细地观察过这小子 我就奇了怪了 你说他用什么手段就控制了韩清呢 他现在说什么是什么 那韩清根本不敢说话 不敢吱声 你说韩清这闺女啊 上大学那会儿多有住见丫头 这怎么一谈恋爱脑子里就进水呢 好了好了 妈 别说这么多了 走吧 她们爱怎么着好就好 妈 妈 妈 好好就好 爸 妈 爸 您来了 这是我的父亲下的忙 亲家 辛苦辛苦 路上顺利吧 差点没赶上啊 我路上一口气没歇着 不好意思啊 今天孙子的满月酒 夏丰告诉我 都是你们忙着张罗的 别客气啊 我们哪敢操劳呀 我们的话她们听吗 都由她们自己张罗的 挺热的 挺热的 我那孙子 我给您推过来 老韩 老韩 不瞒你说啊 我们夏家连着三代单传 现在到夏丰这儿 有后了 来看看 让爷爷看看 宝贝 真好 来 像 像 像谁啊 像爸爸还是像妈妈 当然像夏丰了 好啊 说什么呢 她哪一点像夏丰啊 她从头到脚都像韩清 那 那不成了男生女像了 男生女像好啊 非富即贵啊 小小村子 让我抱抱亲切啊 爷爷亲 老夏 这孩子呢免疫力低 你看看就行了 亲情就算了啊 讲究个啥呀 不甘不敬吃了没病 小枫 少说起 给她起个啥名字啊 叫多多 对 小名叫多多 那大名呢 韩征 夏韩征 夏韩 好好好 爸爸妈妈的姓都有了 好好好 来 我更正一下 姓韩明征 没有夏字 啥 我孙子为什么不姓夏 我儿子又不是道查门 凭什么 是你们家夏丰 非要娶我们家韩清的 让孩子随妈姓 这是你们家儿子的 一点诚意 孩子还没上虎口吧 马上把姓给我改过来 我告诉你 夏丰是我们村第一个大学生了 我们夏家还要靠他为我们光宗药祖啊 完了 户口已经上了 改不了了 你们要改姓 也得问一下我 我毕竟是他的爷爷嘛 夏丰跟我们家韩清结婚也没有通知我啊 我还是韩清他老爸呢 你 不讲理啊 你到底讲不讲理啊 你才不讲理啊 你到底讲不讲理啊 你才不讲理啊 你说他讲不讲理啊 不行 我得跟他说说 父爷 爸 你别这样啊 我们村一百年就出了你这么个大学生 你说我们夏家容易吗 多荣耀的事啊 方圆几百里 哪个不知道你夏丰 现在倒好 娶了媳妇把姓都给卖了 爸 我跟韩清商量好了 只要有第二个孩子就姓夏 不管哪一个都是夏家的种 都得姓夏 现在祖宗八辈的脸都被你丢尽了呀 那又怎么样呢 我们家有什么 您说 你给了我什么让我娶到韩清 除了这个姓之外 我什么都没有 我今天可以娶到韩清 那是因为夏家烧了开 你高兴了 你 我没用给你 我 我给你钱让你读书 让你恩心找好工作 你要 要是不把孩子的姓改回来 从今以后不要叫我爸 爸 妈 我去看一眼啊 韩清 过来 没你什么事过去干吗 回来 你帮我看一下 我去 你没事吧 韩清让我出来看看 没事 进去吧 你爸下手也太重了 到现在还重着呢 还不是你爸太能抬杠啊 那要不然咱们这两天回趟老家 你见见你爸 咱们把这事远一下 别 千万别啊 我们那村子小全是亲戚 要是让大家知道我儿子姓韩 我爸就更没脸活了 行了 你也别挨声叹气的了 去 记一下彩虹他们给的礼金 以后都要还礼的 好 老公 你猜郭莉莉给了你多少钱 不是给我 是给我们 这么多啊 一万 她家有钱 那有钱也不能这么乱花呀 再说了 她跟咱们俩的关系也就一般般 那 她是你的室友 我的师妹 还是我现在的同事 三层关系呢 而且我平时也挺帮助她的 何止三层啊 还有家前女友呢 又来啊 五六七 这八百呀 咱们收下 跟她说心意领了 剩下的呢 退回去 拿都拿了还退回去 不好吧 她也不会要的呀 你不还她的话 今天晚上别上床啊 好好好 好 我还回去 早 早 这么轻快啊 当爹了嘛 担子重了 就要更加努力工作 对了 等一下啊 你的礼金不用给那么多 我们收下八百块 心意领了 其他的还给你 这不光只是礼金 还有我给多多的红包呢 莉莉啊 怎么 韩清不肯要啊 她不会是觉得 我对你还有非分之想吧 我要对你还有非分之想 还有她什么事啊 她要是不肯要 你也不能还给我呀 这样我都没面子 寄回去给你爸 买花肥吧 莉莉 不是这样的 你知道我不缺钱 再推来推去 我要生气了啊 真的太多了 我不能要 就这样啊 夏丰 这么听她的话